我叫傅家豪 在四年前 我因为梦想 选择离开了家 这一走 却四年了 从小 父母就已经离世 也是他 一直陪伴我长大 他就是我的英雄 爷爷 小时候生活不易 但有爷爷在我身边 我总是觉得很幸福 爷爷有一个小铁盒 这铁盒里受着了他的梦 他除了教育我 把好的都给我以外 还让我不愁吃穿 并且让我的童年回忆 填满了许多色彩 还记得 爷爷常常对着房子发呆 不知道为什么 长大后 我希望有机会出国深造 想要爷爷有更好的生活 于是我拼命地努力念书 希望可以完成自己的升学梦 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然而一直以来 我却忽略了爷爷的梦想 买房子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最主要你懂这个房子多少钱吗 三百千罢了 你看又靠近MRT 又有IKEA又有MITAL 你看你搭MRT可以去 三十米啊 你看One minute only啊 MEDEKA OKI PINTA 有很多FACILITY保安又好 那还想什么 不用想啊 Uncle 买罢了 吃饭 吃一块肉 你入去了 为什么没有跟我讲 没有B 你用回来 爺爺让我把房子翻借 去完成我的升学梦 从今以后 我希望我可以帮爺爺完成他的梦想 就像当初 爺爺祝我原梦一样